Le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西蟻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的西西蟻人 路易斯 路易斯這邊選擇西西蟻人 他的特色是農田科技 每點一次都可以獲得一倍的效果 到了地獄時代農田的肉量 可以產出600多肉一片田,非常的划算 西西蟻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重裝騎士,有所支架 可以增加非常多的防禦力 他的弓兵路線呢 雖然可以有強奴兵,但是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很容易會對射輸 但是他的所有的陸地居士單位都有這個 河外增上減免 所以他遇到駱駝或是槍兵的時候 打他的騎士死,並不是那麼的痛 所以還是可以使用鐵頭戰術 硬吃是可以考慮的 那西西蟻人他的步兵還是比較有特色的 薩金特衛兵是非常難產的寶兵單位 一開始雙防就是三點 所以用起來是非常坦度十足的步兵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Z40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的修理、建造跟採集的速度都是5% 這個效果是非常可怕的 到帝龍時代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前期的時候可能會感覺不出來 那羅馬人後期他的奴炮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攻擊速度又快 所以羅馬人也很適合把奴炮當成自己的主力 但是要特別小心投石車文明 那羅馬人他的步兵有軍團兵 軍團兵的升級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 他可以跳過雙手劍兵直接升級到軍團兵 所以他升級到軍團兵的速度是非常快 長劍兵只升軍團兵是沒有問題的 那後期呢也可以點下野戰軍 這個科技可以讓騎士呢 跟野戰軍獲得一個小型蓄能的加成傷害 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的部分目前看到下方 祭士林這邊的黃金這裡很適合開TC 這邊的話可能還是要做個小圍了 這裡要大圍的話可能有點難圍 如果小圍的話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這邊小圍的話又有問題 這個黃金可能會很難守 而且果子會留在外面 所以可能還是要大圍 然後專心守右邊這個區塊 可能會對於祭士林來說防守比較輕鬆一點 那到了城堡時代這邊再打開 開TC就沒問題 整體來說附近的位置都是相當舒服的 都很適合開城鎮中心 組建的位置雖然偏靠前 但是能夠維好不是太大問題 最大的問題應該還是果子的問題 還有這個石頭的位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路易斯這邊 路易斯這邊地圖方面 看起來右邊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這兩塊黃金最大問題應該是左邊這一塊 右邊這一塊應該是 MESA1也是開PC能守住 甚至這裡也可以直接圍到底 這邊的木區面積實太大了 那如果這邊圍到底再往下圍 就是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 但不管怎麼圍縮 路易斯的地圖可能還是會比祭士林來說 南圍上很多倍了 好那接下來看到Z40已經點下了封建十代 路易斯這邊也點下 但路易斯這邊是有打棒棒的喔 棒棒開 來看看這兩隻棒棒能不能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好看到軍營了 這邊是地圖很黑的交戰 好兩邊的血量 看起來是Z40會有點危險喔 這裡肉馬過來了 再追一下 肉馬會不會死呢 看一下Z40的視角 好不會不會死 好這裡看到馬就了 好確認馬就開 那馬就開Z40就很舒服囉 裝甲直接上不用猶豫了 好 好待會再補一個冰封場 點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可以獲得雙重效果 喔這波直接硬砍 砍死一村沒問題 但是兩隻裝甲步兵都送掉了 好結果這個房子沒有蓋好 這邊開始在轉 赤猴騎兵 好Z40這邊裝甲步兵打到了 吸吸引人 有點尷尬 先暫時解掉 等一下要等公兵出來才有辦法 好這邊應該是打不起來 好現在槍兵也出來了 那這邊待會點下冰工廠 一級步兵鎧甲 連槍兵也可以獲得雙兩綁 這是雙倍的 這個步兵鎧甲 非常的好 好但是吸引人的公兵已經來了 這一波應該不會直接硬吃 還是要讓工兵先poke一下血量 把血量拉低之後才有可能繼續開打 好看一下D40家裡 D40家裡的部分目前沒有太大的問題 果然是選擇了一個小微 因為小微的成本真的是比較好 而且經濟會更好 所以要大微的話實在是有點傷經濟 小微的話直接防守 TC連防 好那路易斯這邊是選擇了大微 哇他這個微法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可能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他並不知道右邊有一塊木區 可以直接連過來 不然他這樣子圍的話 會直接圍 往右圍到底還要更傷經濟 好這一波工兵直接射倒了兩隻 D40這邊轉出了工兵 相當順利 轉型成功 黃金沒有斷 好可以到了路易斯極大的壓力 好這裡木牆 敲完之後拉走 D40現在家裡沒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不用擔心 這裡可以專心進攻 路易斯這邊則是圍了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現在經濟有點炸裂了 有點炸裂了 可以看到路易斯的經濟已經落後了 然後Z40快要500支援了 這500支援是蠻誇張的數量 畢竟這個維加誰在開號 會這個村民的建造時間 還有這個支援都是非常可觀的 好Z40順利的點下城堡 但是路易斯這邊很厲害的是 這個時代上也沒落後多少 好那路易斯這邊要趕快點下一級農田了 好Z40不點農田技術 就像波蘭不點農田技術一樣的尷尬 趕快點趕快點 好點了一級農田之後 這個農田肉量可以來到344了 哇這根本就是別人的二級農的肉量 非常的多啊 好點一級農等於是別人的二級農 這就是西西人的農田優勢 非常的巨大 那到了城堡是在中後期喔 西西人的農田優勢會越來越 會有影響力喔 這個經濟就會開始慢慢好轉起來 好Z40開始點下了二級色跟奴兵 好果然在右邊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Z40這裡是不開TC 而是選擇了強攻路線 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好路易斯這邊被剪掉了一隻工 一隻毛病 戰毛病二級色已經好了 好這邊準備衝進去射個一波 被打掉一隻 被躲動 火防 騎士有點卡到 尷尬進不去 好這次進去了 好但這個進去可能也沒有辦法 有很有影響力喔 因為這個戰毛病打這個騎士山很高 好騎士山只有一隻步兵卡一下 好 這稍微回頭用戰毛病打也是能打得死的 好這射村 修造院還沒蓋好 先打工兵 好村民再放出來 OK 有修造院 生旅的血量 就可以無視了 直接用招的就完畢 這裡的毛病還是要專心打 Z40這邊的工兵 好第一台奴炮出來了 那現在路易斯他的打法 是比較偏經濟型的 好那我們在路易斯的第一次出場介紹的時候 我們就說路易斯喔 根據我的觀察 他是穩健型玩家 風格類似於viper那種 打得非常非常穩的防守反擊 好沒有什麼套路打法 也沒什麼特殊的花招 打的就是一個字 穩 好很穩的穩 好這一波拉回去 5號高打低 好繼續串 串串串 拉走 殘血的毛病拉回家補血 那西西里人他的生旅科技也是非常殘廢的 連這個印刷技術都沒有 生旅科技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狀態 也可以看到沒有救贖思想啊 贖罪思想 這種關鍵的 招降敵方的生旅跟工程器的科技也沒有 然後射程也沒有 要什麼沒什麼的那種 靈印推協說也沒有 所以 七西里人的生旅 基本上就只剩下 城堡時代初期 招騎士 跟補血用的而已了 還有減生物的功能 好那現在第四零 開始補下了城鎮中心 黃金抗開在了下方 但是開在這個位置 這位置真的很適合開TC啊 好這波進攻並沒有太多的攻勢 而是慢慢的再繼續拆建築物而已 這一發 建築物剩下9滴 沒有打破 好打爆了 好兩邊是打的非常非常濃哦 那七西里人這邊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二級伐木還沒有點下 好這邊直接抓掉了一台投石車 一四零第二台投石車 差一點也被抓掉 欸還是那一台 好七西里人這邊點下二級伐木了 城堡也快蓋好 前傾打的真的是濃 兩邊你濃我濃 但是七西里人經濟還是落後了 還是落後了 至於量只有1萬7左右 然後可以看到羅馬人越後期越可怕 喔這一發砸得漂亮 第四零砸到了大量的戰毛兵 現在支援量還是領先兩千支援喔 村民輸但是經濟卻贏 你猜的沒錯 這就是羅馬人 非常的猛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想像成喔 這個喬治亞的強化教堂 十可勝的工作效率 羅馬人不用強化教堂 培養師在開始就無可勝 也可以說是一開始就所有村民 用強化教堂能力的村民 這邊採集效率是真的好 好那是西里人這邊點下了 護衛技術跟輪軸 兩個科技都點了 看樣子西里人有點想要打步兵喔 打薩金特衛兵 事件好事嗎 好這一波衝過來 清齊兵去抓後放戰毛兵 用騎士去打薩金特衛兵 趕投石車一直追著投石車追著打 好但這台投石車還是被薩金特衛兵給拿下了 好 ok 歷斯林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兩邊一路農到了帝王 城堡只有幾波小打鬥 好TC農的差不多 好 哇 歷斯林直接補下了5TC啊 1 2 3 4 5 哇靠第5個快帶了黃金礦的位置 哇這一波真的是有點濃 有點濃 好我們趕快來看到帝王時代 兩邊會怎麼做一個選擇兵種的路線 那目前已經確定的是西西里人是要打步兵喔 那西西里人這邊應該是要打軍團兵的 雖然前面出了幾隻騎士 但是這邊軍團兵已經點了下去 好 軍團兵一出現 薩金特衛兵可能就很難打囉 好 那薩金特衛兵呢 他也是唯一一個可以蓋出城樓的文明 可以敲劍組的單位 軍事單位 好 這一波騎士互打 來看一下兩邊的交戰 這一波交戰是薩金特衛兵跟騎士互敲 但是騎士的血量還是優勢於薩金特衛兵的 後面還有兩隻勝利在幫忙補血跟招翔 效果其實很不錯 好 軍團兵出來了 38分鐘升級完畢 遠防6點 雙防都是6 然後可以看到城樓是7點 所以就意味著 射這些軍團兵都只有一滴血 可不然要升級3級射才行 還有這個劍塔科技 好 西西里人看到對手 然後 西西里人 這邊轉出了軍團兵之後 自己轉出了重裝騎士 那這邊轉重裝騎士 我覺得應該是 耗不贏西西里的便宜步兵 這個步兵是太神了 而且正面的傷害力火力非常強大 西西里人要打贏的話 可能正面是要轉強的會比較好 重裝騎士騎久了 贏的都只是戰死的 然後要永久打贏對方西西里的 這個羅馬人的軍團兵還是有點困難 好 這些軍團兵數量越來越多 現在來到了32隻 西西里人這邊開始轉出騎士 好 這波可以來看一下 這波蓋寶 騎士過來偵查 收掉了一匹馬 好 那現在左側的位置 有少量騎士慢慢在抓村民 這一波吸吸引人 有點難受 因為騎士現在就算升級馬凱 要打贏這些軍團兵也還是很困難 人家有數量上的優勢阿 好 這邊繼續守師城堡 OK 這邊拆掉了 好 現在第40 接下來要做的是 是要轉出更多的槍兵 去防守 這邊鎖指甲騎士 當然這邊騎士其實還沒有點金冠阿 而且還有繼續走工兵路線 所以有可能走強武嗎 哎呀 路西斯這一波轉兵轉得好 但是第40這波也是很猛 繼續守師城堡 好 這個血量金色孔點好了 應該是沒問題 好 這邊野外拖到黃金 但是一直有守軍守在這 好 看一下這一波 第40的報仇 好 上高地直接吃 強武直接被摸到臉上 好 這樣繼續拉扯 拉扯拉扯 好 這一波 死了這些軍團兵 這首第40點下的野戰軍 這波野戰軍 無限衝鋒 好 打三刀死一隻 強武 哇 軍團兵打工兵書也很快 要直接吃光了 路易斯的所有的槍弩 前線槍弩全部被擊潰 好 現在第40 中間的城堡 體積 建好 正在工程當中 這一波巨頭能拿下 漂亮 右邊的巨頭拿掉了 但是這邊有波騎士衝過來 想要拆巨頭司機 第40這一波應該是沒有辦法鎖住 但是對方巨頭也是成功拿下了 好 這裡騎士 再拿一個巨頭 漂亮 但是現在 現在路易斯要面對的是非常多的 軍團兵喔 現在Z40還有兩千多塊黃金 好 繼續拉扯 好 繼續 回頭 先小心 來射掉 OK 射光光 搞定 現在路易斯 右邊的軍團兵也 沒有辦法做處理了 現在只有左邊有強弩 現在路易斯要按更多的強弩才行 對方Z40的軍團兵有點多 已經在農地裡面開始燒了 好 有沒有一種可能 路易斯這邊有機會 靠城樓 鎖住大量的軍團兵的騷擾呢 好 Z40這邊 繼續把兵 往對方家裡送 這裡是有少量的槍兵在做騷擾 下方的這根城樓 直接想要守司 但是應該是有點難度 軍團兵這裡 好像有機會了嗎 強弩居然沒扣 來 好 差點被打噴出來 一出來就開始修理自家城堡 把這個城樓 這個城樓又被修理了回來 好 這裡又有一波軍團兵衝進來了 那路易斯這邊反應一直都蠻快的 所以暫時又要受到太多的經濟傷了 好 那目前城堡位置 D40還想要再補一根 再前線 路易斯 待會要面臨的是雙重弩 雙重弩炮 不是 那個叫做多重弩才對 雙重弩炮是高免他 羅馬是多重弩 多重弩 好 這一波衝進去 軍團兵開始輸出 好 再繼續拉扯 軍團兵從左邊殺了出去 但是巨型投石機還是被摸掉了一台 強奴的防守很努力 這坨強奴應該可以守一段時間 但是巨型投石機肯定是守不住 這裡想要繼續守持巨頭 結果直接反守一個 打了強奴 強奴直接血量掉的很快 好 弩炮一出來之後 現在難受了 但還好現在這個弩炮都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可以用城堡去射裡面的外面的強奴 這個弩炮 好 這一坨弓兵已經屠殺掉了非常多的軍團兵 但是後面的軍團兵 遠遠不絕的一直湧過來 好 這一波軍團兵 接下來要轉一些槍兵 軍團兵已經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影響力 轉一些弩炮 路易斯這邊按了一些肉嘛 來做solo 來做solo 重其奴炮已經研發好 三級馬海也點了 那其實第四連這邊打軍團兵也可以加些百夫掌 可以讓軍團兵獲得一些buff 算是一個不錯的能力 但是這個buff要用好也要把百夫掌給控好 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buff 好 這一坨雙重奴 這個多重奴 串掉了一些肉嘛 軍團兵閃閃來遲 這一坨騷擾 讓奴浩子損失了兩台 看能接受 這裡先是一人的肉嘛 數量不夠多 好 村民司直接過來守司 是心態炸裂了嗎 好 後面的城隆一直在射擊 好 這坨長弓 這坨弓兵又繼續輸出 但是奴浩子剩下最後一台 後面好一台在後方 這坨村民司的有點多 注意是村民司剩下104村 這一坨強奴還在甲還在甲 好 但是後方家裡已經著火了 在這邊是肉嘛 但是能解決 路易斯的經濟加量到102村 跟村民差距來到了25村 這坨強奴最後也拉不完 要被砍光了 哇 雞士林這波無情軍團兵爆 加上槍兵 肉嘛 還有弩炮 獲得了一個很好的攻勢延續 等於說雞士林這個文明 他後期的轉兵真的是有跟沒有一樣 能轉 但不多 所以現在看起來 沒有辦法很好的延續後期的攻勢 雞士林可能還是要靠著前期的薩金特衛兵 瘋狂擦城樓去殺老 才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局面發展 好 路易斯這邊打出GG 我們恭喜雞士林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雞士林這波瘋狂爆軍團兵 爆了223隻的軍團兵 一直AA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出攻兵 反正你有攻兵我出奴炮 好 整體來說Z40的打法是非常省資源的 奴炮跟軍團兵的黃金 價格都不超過30塊錢 非常的省 整體來說打起來就算一直送 後期還是有夠多的黃金 可以繼續產軍團兵跟奴炮 直接把對手耗到死是沒有大問題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Z40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路易斯只拿到石頭 甚至4生物也是Z40拿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